大家好,今晚決戰中環 蕭公正在趕過來,暫時待著他的位置 我們一邊說,一邊等著 馮博今天有什麼好話題? 我想新鮮滾熱辣,大家可能晚上收到一個比較奇怪的 我都以為是假新聞,特朗普說要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到底是有多厲害? 據說白宮那邊都已經公佈了 將會在美國時間的星期三 即是香港時間幾個小時之後 即是現在我們直播的 幾個小時之後應該會宣布正式承認以色列的首都是耶路撒冷 還會開始建設大使館的工作 可能幾年之後就會正式搬到耶路撒冷 將美國大使館由特拉維夫搬到耶路撒冷 但這個應該已經跟以色列政府談好了 應該是談好了 如果從以色列政府的立場來看 任何一個國家承認以色列擁有耶路撒冷作為首都 以色列任何一個政府,任何一個政黨都不可能說 不是啊 我不會搬過的 我們走到特拉維夫不是耶路撒冷 他馬上就倒閉 等於你變成民族罪人 其他國家說要搬到領事館去 其實等於跟整個阿拉伯世界為敵 整個伊斯蘭世界 因為耶路撒冷現在的地位 大家都知道它是三大宗教的聖地 例如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 在1967年以色列在六日戰爭之後 重奪東耶路撒冷之後 其實雖然它一直都認為 它的首都是耶路撒冷 但是以色列自稱自己是耶路撒冷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去承認這件事 以色列都不自在 我實質擁有 而且是實質管治 實質管治很重要 之後的安排 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的敏感性 差不多是全世界其中一個火藥的源頭 打一打就在那裡 基本上爭取得最重要的是那個位 以城市來說 它的敏感度應該是世界最敏感的一個城市 在耶路撒冷 我去年都去過耶路撒冷 朝聖之類 你講過了之前的節目 對 之前兩個星期前 跟次官做了兩集有關猶太反猶 以色列復國等等 禁失不禁話的節目 想不到兩個星期下親親 竟然加把嘴下來 這件事從來我猜是很震撼的 我想沒有美國總統曾經試過這樣去 沒有的 沒有的 前幾年奧巴馬訪問埃及的時候 他亦都說想推進以巴和平 但有兩個問題 他是說要暫時各自沒有辦法 一下子解決的 第一個就是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立國等等問題 主要是土地 另一個問題更加嚴重的是 耶路撒冷的問題 已經不只是以巴兩國的問題 是整個世界的三大宗教問題 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是分了三個區 耶路撒冷 救城區分成四個區 阿米尼亞區 基督徒區 以及伊斯蘭區 以及猶太區 按宗教來劃分 耶路撒冷現在減區 城市分成東耶路撒冷和西耶路撒冷 西耶路撒冷不屬於聖地 是先進的 新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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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東耶路撒冷 在延長 聖殿山 都在東耶路撒冷 包括耶穌的橄欖山 都同一裡 在古的聖經裡面 有些相當的歷史潮台裡面的城長 相傳說是耶路撒冷的城牆 考古方面其實是有很久打的 因為考古為何這麼厲害呢 基本上大家都在批評自古以來我就在 沒錯 大家鬥古佬 基本上你越挖越深是誰挖到 如果你說挖到最後好像猶太教或基督教聖經裡面說 真是他長久一點的話 所以考古這件事也是一個爭奪的戰場 考古肯肯定是爭奪者 久不久你就聽到以色列主導第一下又挖了一些東西出來 似乎越來越證明的是他 不過另外還有一個叫重建聖殿問題 這個很難 重建聖殿的聖殿本來是在聖殿山 在所羅門時期已經第一聖殿 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倫王尼布格尼山攻入耶路撒冷之後燒了 第二聖殿就是在 尼希米重建 就是在所羅伯伯聖殿 尼希米只是建以色列 因為是在耶路撒冷城場 重建聖殿是在所羅伯伯 當時的以色列領袖 即是波斯王放回部分猶太人 以色列人回到原居地 然後第二聖殿去到希律大希律 即是追殺耶穌的大希律的時候 大規模重建 起到金碧輝煌 但在公元70年的時候 因為猶太地爆發反羅馬起義 羅馬軍公元70年攻入耶路撒冷之後 然後就拆毀了聖殿 為斯帕先 對啦 為斯帕先 這件事耶穌死前已經是 預議了聖殿被拆毀 一塊磚不跌在另一塊石頭上 因為聖殿燒的時候 有很多黃金鋪在上面 金都留在每塊磚中間的瓦 羅馬人拆聖殿的時候 拆開了每塊石頭 拿一塊黃金 即是一塊石頭不跌在另一塊石頭上 毀滅聖殿也是有一個 因為其實他已經 對於猶太問題是整個 還有一個軍事問題 羅馬一直在前線對抗波斯人的前線 在後面拖他後腳 而且他是唯一整個在羅馬世界裏 基本上他是一城搞 他不肯跟著他 死都不肯跟著他 羅馬人生氣的是什麼呢 我已經很尊重你們的宗教 你們只是納稅給我 不可反叛 我是尊重你們的宗教 讓你們繼續去聖殿敬拜等等 也沒有強迫你信我們的多神教話等等 你們還來叛亂 死都不肯投降 結果呢 他們就一定要拆聖殿升聖殿 不過當時在以色列來說 其實都分了幾派 你看聖經大家都知道 有些憤裕黨 其實有一群保皇派的 那群聖殿 祭司階層 基本上只是照鏡 你看這個新約聖經 你就會發現 跟我們今時今日的香港 都很相似的 其實祭司階層當時是基督利益集團 所以他們一定要斷了耶穌 因為耶穌影響到他的地位 所以但是祭司階層 還有那群是激烈想勇武立國的 那支的憤裕黨 其實最勇武立國的那些後來 就主導了一個路線 就堅決起兵 就跟羅馬死過 他都周旋過一段 大家知道在一個山上 他們堅守了相當時的 那個是馬薩大 堅守了三年 就是耶路撒冷 林林林林林就堅守了三年 最後搞不定要自殺的時候 他們是技術來用他殺 因為猶太教不能夠自殺 他們九百多人 就先將自己的家權殺了 然後抽籤抽了十個壯丁出來 殺了其他人 最後就有一個殺了其他 殺了另外九個 抽籤 所以真正的自殺只有一個 自己抵得攬 違反教規 那個叫馬薩大 現在還是聯合國世界 文化為產 我也上過去 也是戴希律見的 非常危險的一個地方 我們說回聖殿山 聖殿山 他要當年羅馬人拆毀聖殿 因為那個是猶太人的精神 象徵來的 他要驅逐猶太人 永遠不能夠反叛 猶太人的所謂 從那一刻開始就被 基本上就沒有了一個國家 被人驅散了 被人驅散了 驅散了 歐洲 還有一個懲罰性的精稅 就以前立給聖殿的11歲 就立給羅馬 就是懲罰性的 聖殿沒有錯 是懲罰性的 是懲罰性的 所以這個是對以色列的歷史上 猶太人歷史上 是一個非常慘痛的歧視大辱 但是之後他們那種 立國 返回原居地 立國 重建聖殿等等 信念沒有變 2000多年 當然在歷史上大家知道的事情 就是不斷地逆手 逆處 大家由羅馬 所謂倒台之後 壓一把勢力 佔據了 然後還要說是 先知的升天之處 是嗎 就是公園 穆罕默德 在這個 蕭公到了 請坐請坐 先由國際講起 Donald Trump發瘋 Donald Trump發瘋 我們先講一些背景資料 是不是有些目的 想分散一下注意力 是不是有些目的 大家只是分散了一件事 是 是 是 當成發瘋 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先講一些歷史鋪戰 剛剛蕭公來之前 我們講到 為什麼 阿拉伯人在公園7世紀 入了以色列地之後 就入了聖殿山 他們就相信 在現在 耶路撒冷最大的地標 聖石園頂清真寺 即是金頂那個 那個鋪了24公斤黃金 有幾塊聖石在上面升天 那麥康默德 在夜行燈燒 晚上 飛到耶路撒冷向 那裡射到燈燒 跟著 升天 然後他們 於聖殿山 起了金頂清真寺 另外又在 聖殿山另一邊 即金頂清真寺 隔壁起了阿克薩清真寺 就成為 伊斯蘭甲的第三大聖地 1967年以色列人重新奪回 1800多年又重奪耶路撒冷之後 當時這個國防部長 以色列的戰神 六眼將軍國防部長達揚 他都很有遠見 他不是一個 只是懂得打轉的軍人 他因為不想 以色列長期處於一個 戰亂的狀態 因為他知道 沒有可能消滅了阿拉伯人 他就 用一個比較溫和的做法 聖殿山 繼續由阿拉伯人去管理 以色列只是 負責外圍的保安 所以現在你就算去聖殿山都看到 他每一個聖殿山的入口 都是由以色列的軍警 賀槍實彈 握了M16部槍 把守住 遊客進去 只能經過一個很嚴格的 小狹窄的通道 經過安檢進去 阿拉伯的伊斯蘭教徒 可以隨便進去聖殿山 是勁大 但是以色列官員 以色列軍警 就不能隨便進去的 而聖殿山的 主權 以色列一直都 批評是他們 你的主權 管理那裏 是由主權與治權問題 管理權 以色列是溫和的做法 就是被虐彈的伊斯蘭宗教徒財產委員會 去管理的 所以我們遊客進去的時候 我們都發覺 負責做安檢的那些 是阿拉伯人來的 其實是虐彈的伊斯蘭宗教徒財產委員會去管理的 那幾十年來都叫做勉強地相安無事 突然間殺川普出來說這些東西 當然我們都在問 是否那麼簡單 當然不是 燒公 燒公發表一下已經 是否那麼簡單 歷史問題自古以來 你樣子我都很清楚 幾千年自古以來 但是最新的國際局勢的披辯 就可能大家都未必跟得太貴脅 其實最大的變動是甚麼加科呢 有沒有留意最近這個黎巴嫩的總理都變得流亡 是的 因為這個黎巴嫩牽涉是很慘的 一個小國 習格在三個大國中間角力 就是敘利亞、伊朗和以色列那裏 就是誰敢踢他不讓他做總理呢 伊朗 不止 沙特阿拉伯 這個才重要 他們都很亂 沒錯 弗博就開始聞到 真正這次中東的亂源 自從敘利亞散了之後 其實輪到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有沒有留意最近發動了一場非常慘烈的宮廷政變 聲稱是 反貪 聲稱是人數 終於有輸出 誰說中國模式不會輸出的 現在這個沙特阿拉伯就是這場非常慘烈的皇室內鬥 為什麼說是輸出呢 中國何嘗不是皇室內鬥 大家明白什麼事 跟人民無關 很奇怪 他說飯貪戶全部都是針對高層的皇室人員 皇室人員全部都是有繼承權的 這才會動你的 沒錯 有錢有權有地位的 首先會動 發直升機爆弱了 沙特的繼承權很過癮的 是類似中國雙朝的輕忠帝革 不是直接負責 不是直接負責 所以你很發覺那些 皇帝差不多一百歲 但皇室八九十歲 他都輕忠帝革的繼承 皇室呢 死了 先前如果大家記得 為什麼沙特的影響這麼嚴重 中心局勢會變 很多事情會變的 因為 之前已經很多人已經說過 所謂恐怖主義輸出的根源重點 其實沙特的阿拉伯 和其他的阿拉伯國家 為什麼會這麼嚴重呢 沙特的阿拉伯相信中派是什麼加科 瓦哈比 阿拉伯派的話 其實是最嚴厲的 所謂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 記不記得八十年代有出很著名的紀錄片 叫做《公主之死》 宵公 如果現在現代世界還有通姦會被石頭扔死的話 你都很難想像是嗎 沙特的阿拉伯是很平常的 很平常 不單止平常有什麼地步 公主私奔被人挖出去當眾斬 還要彎刀斬首 我出了紀錄片 其實有紀錄作案 其實有紀錄作案 就是公主自死的 就是華克比那個教派的教員 就是原教旨到這個地步 他們是用原教旨的方式來統治一個現代的沙特阿拉伯 仍然是這樣 沒錯 那個嚴重性在哪裏呢 其實它加上是中東最有錢的國家 由緣牽頭的 當年這個石油輸出國 總之是誰吹雞的 它有份的 而且除了錢之外 它在宗教上的號召力特別強 因為麥加純蘭 這是另一個過癮力 第一次是聖城的刀在沙特阿拉伯 這個過癮力 不單止是錢 而且聖城的地位 剛剛提到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排第幾 三而已 沒有差勁 也就是說在伊斯蘭世界裏 如果沙特阿拉伯發生政權改變的話 你想想那個影響會有多大 而肯定這次的所謂原教旨主義的集權氣氛 是更加濃厚的 所有其他王族合能 剷除一乾二淨 到底它向西方走 還是它原本的阿拉伯方向走 大家仍在觀望中 不過第一個受害的 反而不是沙特阿拉伯 而是黎巴亂那邊 所以整個中東在地震 這次的震央是沙特阿拉伯 之前已經有了 他牽頭 拉幾個阿拉伯國家 和卡塔宇斷格 卡塔宇也不知道 他有徽軍在打野門 有聯軍在打野門 沙特阿拉伯 他在打胡塞武裝 很少可以發現沙特阿拉伯牽頭打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的安排 我有錢 我有權 不過是美國人出手 有沒有留意 這是一個代理人戰爭的關係 這次是由沙特阿拉伯自己斷出手 他第一次出手 2011年我記得 一一 當時這個 趨勢問題 他隔壁的國家巴林 發生了阿拉伯之春 這樣呢 搞不定 就由沙特阿拉伯牽頭 互聯 拉著阿聯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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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軍警進去幫他平定 才要穩定巴林的局勢 如果你說中東的所謂顏色革命 指於哪裏呢 反而好過印第 是指於沙特阿拉伯 而且你不要忘記 塔利班的起源在哪裏 拉登起源在哪裏呢 其實有很多蛛絲馬跡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世界不是大家想要那麼簡單 也不要以為跟我們無關 這次沙特阿拉伯的變化 是國際政治經濟上 一個重大的地震 是洗牌來的 所以如果不會影響到美國國策 不會影響到以色列 是假的 所以為什麼你說川普 你說他發瘋的 就不瘋了 為什麼這個時候選擇來挑機呢 如果他在中東要立盟友 他立誰是盟友 你猜一下沙特阿拉伯 在清貪污之前 其實已經跟俄羅斯總統握手了 就是因為敘利亞的局勢 大家看到這些死人美國佬 不是那麼認真 況且拉登也有另一個很過瘋的火頭 如果講歷史的話 阿養肯定接到罪了 沙特阿拉伯 其實在第一次世界大展前 存在不存在呢 他那個地方一定存在 北塗曼 整個阿拉伯世界都是 不學圖曼帝國所控制的 自古以來都是對的 不敢自古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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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學圖曼 出現之後 軍事打了1453年之後 所以500年來 中東其實那個所謂 阿拉伯的龍頭 就不在阿拉伯 而是在於 土耳其 土耳其 土耳其特決 特決人來的 而特決定都呢 就是定了伊斯坦堡 當年的昆士坦堡堡 他是面向歐洲的 整個阿拉伯世界裏面的霸主 是惡圖曼 而不是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由英國那個英雄的策劃 沙特阿拉伯人打油擊 喜美絕對惡圖曼帝國 四分五裂 從此你才版圖改寫的 你數數手指剛剛只不過是100年 只不過是100年 現代世界我們所理解的 中東和阿拉伯 版圖呢 100年前完全不一樣 但今次氣味的火頭在哪裡爆出來 在敘利亞反而爆出來 敘利亞大家記得什麼 一打內戰 拔了哪幾個火頭進去 土耳其首當形衝 土耳其首當形衝 土耳其都在集權 土耳其剛剛就搞完兩場政變 所以周邊的東西其實是動的 而且土耳其的當案 很明顯它是想 又想做共署 大爆發的共署 尤其是拉攏中亞的特決語系國家 又發揮自己中東地方的影響力 因為我自己在歐洲還要有線 所以收到什麼過癮風呢 居然歐洲學界掀起一個所謂翻案風 翻什麼案呢 就說當年第一次世界大戰 瓦解了岳圖曼帝國是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岳圖曼帝國其實是整個阿拉伯世界 當年最西化的 最開明的 當年啊 對岳圖曼的將軍 現代土耳其共和國之父 凱末爾 走這個改革 相對歐斯蘭世界比較成功 為什麼歐洲那邊出現一個翻案思潮呢 其實今時今日的所謂阿拉伯問題 包括這麼多恐怖主義衍生的決策 根源於當日 根源於當日做出最錯的決定 就不是維繫了岳圖曼帝國 中東的所謂維繫力量 而是反過來拆開它 這個主要是英法的 英法這兩個最壞 拆了幾個帝國的 拆了好幾個問題 岳圖曼帝國最首 最拿命 即是今年的所謂中東問題 什麽難民問題也好 伊斯蘭恐怖主義 是源自於 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 而四分五裂為什麼會發生 因為拆了岳圖曼帝國 今時今日就發覺 阿里多恩 從真希望 建立回所謂伊斯蘭的秩序出來 那你說 建立回伊斯蘭秩序出來 那麼 南邊那班傢伙 拿著麥卡的會怎樣說 你明白嗎 今時今日他有錢過你 他唯一沒有的是沒有武器 即是武裝力 他要靠美國保護 而今時今日他是跟俄羅斯 掩頭掩頸 那你想到他會站在哪邊 所以你會發現 很過癮的情況 不是單一件事 川普發神經 說忽然之間又玩翻岸風 要將那個 手刀頂回耶路撒冷 然後反過來 川普想掩擾哪一個 想掩擾就很明顯掩擾以色列 美國是中東無牌的 你想想 你其他所有的 所謂阿拉伯之春也好 顏色革命也好 其實對美國是沒有好處的 你看利比亞搞成什麼壞樣 你就知道 整個北非都亂了 散了所謂的獨裁者國家之後 阿拉伯之春之後 有沒有多了盟友撐美國 最嚴重的呢 倒下來的那些 好像穆巴拉克 阿克勒巴拉克 或者是 這個特尼西亞的 本亞里 本來就是美國的盟友 而且這一群的獨裁者 老實說 就算以前你說 在南美或者其他地方 亞洲 那些軍頭的獨裁者 全都是美國的朋友 朋友 根本就是他們的朋友 所以你說這個邪惡聯盟 怎樣也好 你怎樣討厭他也好 問題就是 他當年就用這套手段 維持他的所謂美國的 霸權秩序 你喜不喜歡霸權 一回事 相對那個 和平穩定的感覺 是做出來的 你喜不喜歡 是這幾十年的和平 這幾十年之後 戰後 五十年代開始 美國佬的 所謂 Pay Americanah 以前叫Pay Romana 其實都是跟羅馬帝國 一彈和一樣 那這次你會發覺 特朗普 就不是特意猶豫 說要翻案 搞以色列和耶路撒冷 而是說美國人 是很冷靜客觀地看到的形勢 他在中東其實少了很多朋友 他沒有了很多盟友在 他只能怎樣做 他只能維持以色列 以色列本身也是在美國的 他其實一直都是 但我覺得 無論他動機怎樣也有 這個方式是非常之錯 他這樣做的時候 指令我很危險 第一個驚的是什麼呢 埃及 約旦這些美國的盟友 跟以色列 很friend 關係非常之好 邊境還有胡通的國家 為什麼 他們會面對國內的極端勢力興起 你不可能去支持以色列 擁有耶路撒冷 他們要面對自己跟以色列 那麼friend的時候 已經是面對很多極端勢力的壓力 你這樣就進一步刺激他們 還有 歐盟 大家有沒有發覺 德國 法國和其他歐盟 都 不認同 都反對川普這樣做 你那些 伊斯蘭 更加多口實的極端組織去搞 一搞就當然是搞我們歐盟那些國家 你這樣害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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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都難以自保了 已經 所以其實這些事情 不到美國中東其他盟友怎麼看 是那個所謂恐怖平衡 已經不平衡 原因就是你周邊的所謂國家 好像是仰華 以前那個舊的思維模式 我跟以色列friend 維持一個平衡的和平 不是真和平 起碼都不會有什麼大鑊爆出來 都比10年和平 正正剛才我所說的 如果沙地阿拉伯已經變天 這個土耳其又變天 聚里亞也倒閉 你的而且那個恐怖平衡 那個平衡不存在 現在資助恐怖主義 隨時會是土耳其和沙地阿拉伯 你想想美國的盟友 其實根本都沒有定期 除非他支持巴勒斯坦 拿回耶路撒冷 否則他在阿拉伯世界裡面 其實是暫於邊緣地帶的 想清楚這件事 所以那個趨勢就是 整個阿拉伯 是趨向了極端主義 各種不同的極端 而不是單向極端 不要誤會以為 只得以色列 極端恐怖主義 原教旨主義 不是那麼簡單 土耳其那種霸權的概念 沙地阿拉伯那種原教旨主義 再加上其他不同的 阿拉伯各國及國懷鬼胎 基本上整個中東已經是火藥庫 不到川普可以決定怎麼做 他唯一可以決定 就是抱不抱以色列 即是證明美國過去幾十年 那個中東政策是徹底失敗的 很多不想聽 但是徹底失敗 結果他拿了很多盟友 例如海灣六國 包括沙特阿拉伯 科威特這些 還有軍力比較強的 埃及 比較溫和的虐彈 結果 北非的本雅里 穆巴拉克 就倒了 沙特阿拉伯 跟俄羅斯 有眉來眼去 對 還弄了很多恐怖主義 結果 你見到他盟友一個 倒了又一個 一個被人叫完又認一個 包括野門 剛才中東被人堆倒了 因為前中東薩里克本來都是親民 被堆倒了 炸死了 先是被人推翻 然後炸死了 證明美國徹底的失敗 你的中東利益完全沒有了 還要害了街坊 你見到俄羅斯都是 立即 保位 立即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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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搞到 北約土耳其 其中一個盟友 他說如果你真的這樣做 我同意識 你斷交 沒有辦法 土耳其 他要拿伊斯蘭世界的領導地位 他這件事 他不能夠有私奉退讓 是啊 大家根本 逼殺懷長國 退 你怎麼搞呢 耶路撒冷 任何一個 這個中東國家 都不可能退讓 大家互相 宣示主權 口頭上宣示主權 繼續維持現在這個狀態 繼續相安無事就最好 現在這樣搞 就算我 不想哭打哭殺 都不行 雖然內心非常之不想哭打哭殺 但是口頭上一定要這樣做 這叫騎虎難哭 你隨時被人堆壞 如果你阿拉達領袖 你會說我支持以色列 沒有人這樣說 沒有人這樣說 這樣 你只不過是說 不支持你 把以色列滅族就有 當時口號 打這個 要把以色列人推到地中海 前安及總統沙達和以色列一簽和約 兩年之後就被人堆壞 就算以色列也是 1993年拉芬 和巴解 簽和約 今年入去兩年後就被人堆壞了 所以兩邊的張力都很大 你現在還做這些事 惡向彈邊生 你侵侵地 街坊 以色列裡面有些人說 要建立一個政典 有有有 美國也有 有極端的 原教旨 但你又不是忘記了 川普上位是靠什麼票 想清楚 不是以色列那些票 反過來是美國本土的極端主義 白人至上 和右翼的宗教團體 想清楚 所以你說特朗普是否亂來呢 未必他真是想亂來 但站在特朗普這個總統的權力來源 你分析一下 他不能不擁抱以色列 他不能不擁抱 美國國內的右翼極端白人宗教團體 他不能不做這件事 那他可以怎樣做 除非你再打一次十字軍 你夠膽死為耶路撒 以色列首都即是宣戰 即是十字軍 即是十字軍 那他下一步真是說 在聖殿山重建 重建猶太教聖殿 你不是說他不行 不是說他不行 聲稱也可以 先前這些戲未出現過 大家可能又不像 我不夠腦 忽略了這件事 記不記得第一次海灣戰爭之後 第一次海灣戰爭之後 其實有些好個人的書 就是九一年之後 是啊 很多過癮的書在美國流通的 其中有一些 就是講明海灣戰爭 是十字軍東征的 想清楚 那小布書 小布書是幾多 小布書是十字軍 小布書說普斯 說明 隔壁的左右 打你 我們不好 學畫的這麼大 好襲擊 封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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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說 問題就是現在 川普擺在這裏 所以你發現共和黨 一脈雙成 只會越走越極端 所以 不要以為 一個人發神經 又反過來 就是屋友決定露袋 對不對 他不能不敢做 以他有限選擇 他只可以這樣做 問題的後果如何 就如我所說 肯定是 火上加油 還有一部 你想想 他瘋起來 說我支持 猶太人重建聖典 首先我拆了兩座 聖典山的清真寺 你怎麼可能 真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你全世界十幾億 伊斯蘭 應該是世界每日的 相傳 你起到聖殿 你的世界每日的 對呀 聖典是這麼說 對呀 對呀 各位耶倫 拭目以待 所以變了 今天耶倫 很溝心的 他們 真是 唱著聖屍入地獄 反而我自己現在 反而懷念當年 以色列 阿斯公來之前 我們說的 是一隻貓 戰神 是一隻貓 不是貓 是白人將軍 當年修復耶路撒冷之後 就將耶路撒冷的聖殿山 繼續被 約旦 阿拉伯人 伊斯蘭那邊 去管治 以色列只是負責 聖殿山外圍的 有些個性的歷史分歧 在這裏 為什麼 如果說出來的話 大家看看這段時間 未必能夠講幾個題目 先說吧 記不記得其實十字軍 不是猶太人發起的 不是 不是猶太教的事 其實基本上是這個 基督宗教的信仰 而不是猶太教的信仰 搞出了這件事 他們去到猶太地 是殺猶太人 殺猶太人 反猶家 反猶家 解放猶太人 是撒拉丁那幫阿拉伯 解放 解救猶太人 在基督徒手上 解救猶太人 阿拉伯還要是富裔德族 所以好奇料 撒拉丁是富裔德族 而是富裔德的英雄 實際上就算這樣看 教義 猶太教和伊斯蘭教 本身是近一點 是近一點 猶太教和伊斯蘭教 是近一點 所以所謂的仇口 十字軍 是寬容 不一定關猶太人 甚至猶太人都是受害者 搞清楚 絕對是受害者 當時的理據 歐洲犯又有一句說話 捉住了聖經裏面所說 就是軟血流到我們的子孫身上 是捉住你說的 還有當時 他剛才說到 拆了聖殿之後 猶太人就在歐洲不同國地 其實他們做甚麼維生呢 做一些最下九樓的職業 我上次跟次官的節目說 因為猶太人去了歐洲 被人邊緣了 很多行業都不准猶太人參與 結果他們就做一些很下九樓的事 當然的下九樓 鄭素佬 當然認為放素佬最差的 有些像中國士農工商 你又不能夠是貴族 沒有事 拿筆都隨時歧視你 又是外來 你不做商人做甚麼份 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那幫素佬是甚麼人 一千年後 看看分別在哪裏 歐洲反右是由來已久的傳統 所以其實猶太復國本身 反而跟阿拉伯人的衝突 未必那麼直接 雖然表面上真的是動刀動槍 但意識形態上 你跟基督宗教那邊的右翼極端 來計的話 完全兩馬子事 起碼不會爆響歐 那就是十字軍東征 當然了 十字軍東征 不要忘記了 他們當年 殺入軍事坦徵 不可以消殺搶掠 把東正教的軍 幾乎連根拔起 所以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 世仇了成千年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 所以十字軍東征 伊斯蘭教 傑克斯永遠沒有發法磨滅的世仇 大家不要只顧著看熱鬧 以為看完就算了 當故事 但影響深遠就是這件事 你整個政治的重心 是大轉移的中東 就是只怪當年 拆你的惡圖曼 沒話可說 拆你的惡圖曼 現在是這樣 還有你自己再看 中亞和中東中間的 蘇勒伊朗 不要忘記伊朗 真主黨的基地在哪裏 就是黎巴聯 黎巴聯在以色列北 經常跟以色列在邊界開拖 被彈射射去 而且以色列跟真主黨打 都不是很佔田頭 伊朗也肯定會乘機借這件事 來增加它 那個影響力 所以為什麼黎巴聯 會被人踢走了 法國人去攬他 他為什麼這麼過癮 就是無端的做 這樣 又失而復得 又復職 又說辭職 又說復職 所以真的是 小國人在大國中間 這真是 又是一個 雖然外行 看熱鬧 我們這班傢伙 廣古 我看門路 來龍去脈 影響如何 大家 只是 看花燈 不知道發生什麼回事 我們的看法 很不同的感受 因為我們明白了那個血流在深層從何以來 明白中東那個政治重心的轉變發生在哪裏 就不只是在那一點上 那裏是整盤棋的變化 影響它大成什麼樣 整個中東如果會亂起上來的話 你在說 阿拉 沙地阿拉伯牽頭 和這個土耳牽頭 再來一次爭霸戰 這樣才過癮 跟著隔壁的伊朗有去替食花生的體驗 伊朗多時會變成新的中東三國演義 是三國字來的 伊朗呢 伊斯蘭裏面 它又屬於波斯的系統 波斯帝國 又不是阿拉伯 阿拉伯 阿拉伯又是另一個 伊斯蘭裏面是另一個 沒錯 然後再加上 波斯特決阿拉伯 真是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 哇 精彩 所以這個三國演義 是會打到一個金利預算的 什麼時候真真正正 由冷戰變熱戰 金利真是很快會打 會動的 那個影響反而世界上影響大的 就是你的石油佈局 以前和現在的分別相當之大 你所謂石油當年 中東的煙喉就在沙里阿拉伯手上 伊朗又有油一回事 土耳其不多 影響並不來自於油圓的分配 但是現在石油的價格暴跌 跟全世界的石油佈局完全不同 但是加上一個最過癮的新形勢 這個又跟我們中國 偉大的祖國又有阿牙 無緣無故 不止這麼簡單 你都發覺 中國已經派了 海外部隊 駐紮在北非 北非吉報提的基地 基本上其實是中國 第一個這麼遙遠的 海外軍事經地 保護著哪一條航道呢 就是那條石油輸出的通道 中國自己是怕得不得了 因為它本身的石油儲備是不夠的 他先前就說新疆發現 什麼世界上最大油田的 大哥 你什麼時候量化生產 大家未知 但是中國的戰略石油儲備 我早幾年前有分析過 我失去了 只有一個月 他沒有本性跟他打仗 一第一路其中一樣東西 養藥有記到 之前平仔被人插 所以他一第一路 因為俄羅斯要買二十四 全部都有關 最好重視俄羅斯和中亞 一石油 能源供應 煙喉 大家不要忘記 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 在利比亞的內戰打起來 而卡達菲 倒了之後 中國可以做什麼 他只能夠撤僑 撤僑 上次都要說話 他除了蠍橋之後,當地的石油投資一泡清泛 而之後進來的全部都是西方的石油公司,中國沒有份 有,幾乎有,上次逢霸,赤霸,衛國捐區,平平的事,那個阿平 這個慘痛教訓令到吉布堤基地,令到他知道在某些地方有自己的地盤 但這次你會發覺很過癮一件事,中國似乎未見身影 中東的亂局好像未見身影,是不是真的沒有身影呢? 大家可以問一下,世界跌步之地從來不會缺席 何志平忽然之間為國捐區,亦不是偶然的 到底中東還有多少個何志平,我們還未知道 還有中國對以色列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一個不知的,一個名字就好像在支持巴勒斯坦,一向都是 暗黎和以色列都是霸佔,爆到已經美國人鼓鬼氣 我之前都說過,八四年那個月兵的時候,天安門要沒有揚威 給一些眼力的軍事專家看,美國是武器來的 美國人鼓鬼是誰給的? 原來是通過以色列,偷偷地過了給中國 當時是八四年的大哥 今年初有一樣東西很過癮,以色列由中國輸入六千個建築工人 是相當大的一個勞工輸入,是相當友好的一個舉動 其實這個友好的舉動,只不過是把灰色地雷變成陽光而已 因為一向都有新聞報道,中國工人在以色列出醜的一件事 尋找他鄉的故事 大哥,尋找他鄉的故事,我都不敢報這些 在你們猶太廟廟後面街燒豬肉啊,大哥,你不死嘛 他們這些就是乳豬著燈那種 這些就是文資啦 那問題是一向都有輸入,他講不講一件事 所以所謂輸入是正式將陽光化和中國政府直接交涉安排這件事 而不是再經過那些賣豬仔中介的嘛 所以他們暗地裡其實真是比打鼻鬥 暗地裡,以及之前那些網絡監控技術 太恐慌了,有這個樣子 中國為何忽然之間網絡技術得非猛盡 明明是美國人全面封鎖的嘛,你猜一下又關哪個事 那哪一個人對美國的技術掌握得最好 甚至掌握得比美國更加好呢 所以回到那裡,不要以為我們純粹為兜圈 為何美國人現在不攬以色列不行啊 你想想他站在那邊的影響會有多大 只是中國入不入場都可能會有影響 關人關以色列的事 這件事就看到整個中國局勢 沒有人是可以置身事外的 歐洲是第一個故事前受害的 你不要以為中國完全無關嘛 剛剛說整個社交報局不同了 中國可以去哪裡找朋友去非洲找何志平 你想想他不是完全無事啊 但是俄羅斯是不能完全信得過嘛 那你瓜達爾說 你叫做可以繞過馬路 直接在那裡輸入戰鬥 很幸運是石油 不用問阿龜 那你叫做做了這麼大壇氣之後 會不會中東發生事件不關中國事 沒有可能的 至於一帶一路 work不 work 我不這樣說了 今次肯定天下大亂 也就是說如果你說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也好 陸上絲綢之路也好 有誰不經過中東 你想想 然後那裡還在玩三國演藝 可能在三國演藝隨時抽 可能比三國演藝更加厲害 因為阿拉伯的版塊 海上絲綢之路也有五眼六色 敘利亞 敘利亞 裡面已經有不同的勢力 也不可能只身事外 你不要以為突厥那件事 土耳其那件事不關中國事 東突厥什麼一回事 哪會開會 還有 土耳其和中亞一帶一路的重點路線 中亞那幾個突厥與外國家 是有一個非常密切的關係 大家經常都開 可能ISIS做不到的事情會去做 有的 為什麼 ISIS是橫空出生 不關任何事的 突厥與系帝國 從新疆去到土耳 去到伊斯坦堡 你搞清楚這件事 海上絲綢之路就是走廊 陸路上的絲綢之路 基本上就是突厥與系國家 就算新疆本身是遺族人 都是特厥與系 他講得明是東特厥的 特厥是 而且他很多 中國視為恐怖組織的東京獨組織 很多時候的基地是在土耳其 沒錯 他真的要自稱是東特厥 世界維言議大會 特厥在哪裏 不在伊斯坦堡 土耳其和特厥是一樣的發音 本來就是特厥 本來就是特厥 中國不能置身事外 不可能 自古以來都不能置身事外 如果大家記得上次我們介紹的一本書 是中國瓦地 就是中國瓦地 西方來的影響到中國有多大 一向都是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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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特厥不可能 就算是 你不要看唐太宗 打東西特厥 不要理這些 清朝時候 十九世紀後期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有東特厥斯坦 和清朝打得不清不楚 最後靠左中堂去搞定他們 平疆 當時清朝幾乎放棄新疆 幾乎沒有了這一副 如果不是左中堂 如果不是左中堂就沒有了 所以怎麼會無關 全世界都 這件事真是攬炒 我可以這樣說 什麼是和平崛起 崛起從來沒有和平 一向都會說一句話 說起和平 耶穌洛薩蘭的本來的名字 就是平安之城 從來沒有平安過 到現在都越來越不平安 又來一個新火頭 大家又拭目以待 今天香港選戰的火頭差不多來了 又來一個火頭 不可笑 香港選戰的另一個大火頭 已經民主派初選初報的計劃公開了 暫時比較受捉 新界東有三個民主派人報名 說初選1月14日 另外一個就是九龍西 另外有三個 大家怎麼看 我怎麼看 第一個動員力有沒有那麼強 跟雨傘革命相差很遠 廣島那一席真的有點蚊 廣島就不敢說 是不是周庭出 周庭出 除了周庭還了誰 我自己感覺廣島是否這麼 廣島始終的環境和新界東有些不一樣 你如果說本土派 或者打青年自決派這些 有沒有叫助力呢 我這個比較懷疑 不敢說完全沒有山頂區議會選區 當然絕對沒有 但區議會始終是小 立法會始終是整個區 大很多 當時新東補選 說楊岳橋和任天琦 如果你分開給一個代表 你會有一席 但你能否拿到最大公約數呢 從政治倫理上 你應該給回到哪裏被DK 那問題是要搞初選的 你一定要初選 因為現在不同 你要贏 除了這樣 你也要拿到最大公約數 要不然你有機會 因為對家有協調 對家有協調 而且現在要簽承諾書 參與初選如果輸了 你不可以到時 三月的時候自起勞躁 否則我們會嚴厲譴責 等等 沒有辦法的 你民主派沒有爺 沒有人一錘定音 沒有人去喧嘩 雞哥如果初選樂敗出來的話 im管是講做故事 雞哥 Women選對比赢 可能否則馬場輸 不然選人現在又在馬介 你為何事情 上次他已經去大壓 現在九龍西也有三人 就是基哥, 又是基哥 另外就是姚松炎, 這個比較看好的 另外還有一個是工黨的 工黨的郭永傑 相對來說都是姚松炎, 我覺得 或者政勞來說都是初數彈出的機會比較大 基哥不用說, 另外工黨最近有內控 上次選舉亦失敗 所以姚松炎都很突出 如果姚松炎出, 九龍西那席相對來說 又要視乎泛民那些人是不是真的肯履行承諾 如果突然有人殺出來, 戒你幾千票 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誰是人誰是鬼, 可能到時候才知道 這些不是未發生過的 當日家父在新界都就是這樣 蒙茶茶, 無端端殺出來都是一戒 范國威就... 沒有很多還手 很難想之前的裝飾就被人發起了 基哥, 我還是勸你一句 退出 無謂... 都叫做對香港民主有關 還留下少少大家對你的尊重 對香港民主的歷程 發基哥有副熱的 但留下你的稱譽 其實上次已經沒有了 上次已經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你賀了新界西 被何君堯出了 都說人三萬票贏, 十萬票怎麼贏 然後九龍西的席位你沒有了 你賀人之外, 你亡黨 你到現在還是沒有自知之明的話 那你... 你是不是你以前的馮檢基呢 這個不懂得說 他沒有變, 時代變了 沒有... 沒錯, 完全沒有變 他不想承認時代變了 這是最大的問題 只能說有時代去淘汰你 問題是這個淘汰是有成本的 還有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 你不要去淘汰自己那邊的人 你淘汰自己算數 看現在的表態極似 你看昨天 當馮檢基推出的時候 你看下方那些人的反應 大家很明白 是不是 不想說大家的氣氛 更慘的戒票 另外曾健超 本來說都想選 現在退出支持要重驗 支持要重驗 還有得很清楚明白 顧全大局 他不在那個區選 沒有什麼牙齒印 這個的確是有利的 但他是功能組別轉了地區直選 這對地區是有影響的 你肯不肯讓路 肯不肯轉態支持呢 這個是很大的政治考驗 肯不肯為大局著想 就是看這一點 就是看泛民到底 師心和工心的比重有多少 山頭有幾嚴重的問題 山頭一向都嚴重 能否去到最關鍵的時刻 為大局為重呢 這個要試一下 政治家的胸襟 現在考驗你們了 如果姚崇嚴上得到的話 九龍西那一席 就比較有信心 因為姚崇嚴被人DQ 純粹是宣誓 不是立場問題 技術性DQ 而且姚崇嚴真是可以的 我們看看新冬 東 新界東 以泛國威 以地區公族來說 是最強的 雖然上次區議會選舉 16個贏了15個 之後 上次立法會選舉 有3個 林順倒戈 前途倒戈 很奇怪 很奇怪 為何會倒戈 他的親和力是怎樣呢 我聽過很多消息 他的親和力 就認為這個人有問題 就覺得無論是跟他工作也好 跟他工作身邊的人也好 跟他的黨友也好 都覺得跟他合作是非常不容易 是不是真的這樣 我不知道 不過以上次這樣 可以林鎮倒戈 林鎮倒戈 而去到一個這麼敵對的程度 拿著命 我覺得泛國威和新聞主同盟 真的要認真檢討 和修補這些列行 不是開玩笑的 否則 如果他這個做得好 他的地區工作 真的相當在地 你想想 他上次區議會選舉 16個出選 15個有贏 就算上次沙團區那3個 林鎮倒戈 他現在還有12個區議員 這個力量絕對不小 遠遠超越他 以地區裝腳 照鏡應該很強 民主派來說 他是相當強 但上次那個倒戈的慘劇 今次會不會重演 對 要看你泛國威那個整合 烈行 修補烈行整合的能力 反而跳出框框 到底是泛國威的問題 還是其他因素 倒戈這個現象 是泛國威本身的黨內維繫力量的問題 還是那3個區另有所圖 搞清楚這件事 這件事真是很大內情 大家都不知道 等於你那個 未視為他師傅的家庫山 為什麼突然間出來 你說他是人還是鬼 你都沒辦法 知道到處都鬼影同彤 為什麼那3個沙田區的新聞主同盟區 又可以突然間聽聽家庫陣前倒戈給他 本身都是他的系統 就是不知為什麼會這樣 之前完全沒有積聚韓國威 擺明就做 真是明做 你只是不能還手 等你在不能還手的時候 突然間把這個陷阱撤出來 那怎麼看呢 張秀賢我們上次訪問過 另一個是張秀賢 新界東 據報他就在民主派系裏面 較為小牙齒印的 至於新世代撐不撐他 應該都還傾向撐他 起碼沒有那麼多老人家 張秀賢就是叫他們自己有 而以我們所知 張秀賢已經做緊地區工作 他甚至有個街坊工作 總部在那裡 似乎最認真做事是他 聽回來 民主黨派似乎都是應該肯撐他的 又是那句 牙齒印小 左中右腦中青 應該和他應該打到肩膀 似乎又是那句 會不會又出現像馮檢基那樣 現象要拘捕呢 這個大問題 所以反而會見到 那個所謂對壘的情況 因為范國威和張秀賢 似乎真的拘捕不完 所以為什麼我問問 就是 到底之前 陣前賭歌 那三個區 是因為范國威自己的事 還是什麼原因 還是兩樣原因都有呢 如果是 請大家想清楚 是不是要棄居補稅 有機會真是親和力不足的 要讓路給一個較為親和力救的人 另外還有一個 都要提提的 袁凱馬 這個民主黨 但就相對來說 應該 機會 今次 我猜他都不是自在 今次拿得到 他要出來 增加報告 相對給一個新乳甲 見他叫Mike 我對他印象是OK的 但他又會變成三個山頭 他現在是初選 所以他自在增加知名度 假設范國威或張秀賢 彈我出來 他們的對手 建制派就是工聯會的鄧家彪 肯定 因為上次 為了 邱亞葉劉 那邊新聞黨的 雲凱欣 彈喬 就犧牲了親生子 弄得工聯會的人哭 親生子都比不上契仔 黨性排第一 你們要自願犧牲 沒得說 不要完 鄧家彪一定要上 另外一個 介乎建制和非建制之間 應該是方局山 他現在未公佈 相信也應該會出 因為他也是很勤力做區 一向都沒有放棄 他沒有放棄過 但整個所謂的東區來計 他是將軍澳那頭 叫做硬正一點 他還要是比較集中 在日出康城 所以不是說市區議會 比立法會多 所以他相對來說 機會比較小 如果真的要對撼的話 極大可能是 鄧家彪 以及民主派裏面的范國愛 或者張秀賢 是一個對撼 真是六死隨手 不敢說 戒票的即將都會出現 不過就是這件事 我想大家 也不是說我們危言聳聽的 當新東進行初選的時候 不知道各位選民心裏 有沒有想過 就是說 某人出來 會有人戒 還是某人出來 會沒有人戒 戒沒有那麼重 簡討這個 以我們所知 張秀賢就沒有人戒 他沒有那麼愁口 你戒他什麼 雖然最近的報紙都開始發炮 朱義姊芳等等 但是 以他那個所謂 起碼他的莊腳來算的話 不會有人突然震前倒戈 你少了這個風險 所以 初選的時候 大家可能要想清楚 這件事 撐持有一個 即是范國威 或者張秀賢的話 要考慮 初選完成之後 不是你自己說的事 最後還要單一隻單票 這樣選擇 拿一個最大公因素 還有真的 泛民如果有人完全不顧政治倫理 走去 即是初選完之後 自己再繼續 即是初選完樓頭 然後最後最後出來 當然 范國威肯定這條戲不居 現在參與了 我相信他都不可以這麼醜 他做不出的 他絕對是調戲不居 因為座區 以他那個地區莊腳 這樣力量 要完為到 最終要完為 張秀賢 你這樣說 上次要含恨 應該是有的 仇恨是很深的 不過不是對張秀賢 不是他 他覺得這個議席是他的 他一定有的 一定有這樣的心態 這個反而最大暗容 港島沒什麼磨念 難搞 很難 很難 不是說不看好他 反過來 你數票 你數到什麼票 港島區其實年齡偏高 年齡偏高 搞清楚這件事 當然你說當日他 又不是說完全悲觀 因為你投給港島區 以及給劉冠聰 那些票基本上 大家都是肯給機會的 但是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再過了這一年 你那個假設就是 羅冠聰到 那些票過不過下去 那些人都是看著他給的 這是看人的 我相信本身投給羅冠聰 甚至乎你說投給民主黨的 我想會給周庭的 都會給周庭的 那你問我 但是始終的感覺上 周庭 當然說其實 劉冠聰出來選之前 但是對他的印象 都未必是完全那麼清楚 那都是要時間去表演出來的 那 但是我有一件事 我感覺周庭 你知道之前曾經試過 佔中印壓力太大 中途退出 那有些人現在開始 開始質問他這件事 開始提問這件事 那我相信他站出來回來再選 他都有一個全身的心理準備 要有心理準備 這個會是一個攻擊對象 會被人自己內部都會 因為你去到最關鍵的時候 你走了 到現在有機會拿議席的時候 你又彈出來 這又要解釋得清楚 那到時你做完議員有事 要你承擔的時候 你有壓力 可以不可以呢 有人試過了 一個民主派的前輩 這個叫佳公 令會中 有壓力的時候 突然間走 主席都不做 自己走了 修改議事規則 其他事情就是 之後不是由最資深議員做 就是說 人家上次都發覺 如果你懂得玩 其實我會麻煩很多 前台詞就是這樣 結果你自己看到 現在的後果 就相當嚴重 就是 你的主席位自動 他不是陣前奪 他是林鎮 林鎮離開了戰場 結果 就把陣地拱手讓給敵方 如果沒有發生DQ案 你想想 如果這個自決派 我會這樣說 你自決派 其實 最重點就是 一開始 那些人覺得你泛民太軟弱 想 又未必投得下本土派 有些這樣的對象 那個始終是社會的多數 相對來講 的而且確 你接受到本土派 那個是相對比較少 就是進步泛民 對 進步泛民 很明顯是 你是因為這個基礎上來 但如果你說 我看不到你可以很強 很硬正的 真的會 會令到有人有職 但這個 對於所謂民主掌心來 有多強 就看一下 認真是認人 我認你這邊 如果只有一個 我只會偷起 周庭是怕 就怕他貼不到這些票回來 怕會有人會覺得是這樣 但我覺得在今時 這也是一個好事業 就是我們那個 所謂黨性投票 強成怎樣 難度高 為什麼呢 就是另外一個 不要暗勇 就是另外一個 平衡宇宙 你可以這樣說 你看看 所謂進步泛民 那邊的影響最大 反而不是地區直選 反而是功能組別選舉 那些什麼加火 新的專業議政 那些人是怎麼來的 拿票拿得很盡 我覺得很誇張 的問題 你看清楚 他們的分佈在哪裡 其實是近港島區的 那個profile 你想想 這些票 會不會撤到周庭的小妹妹那裡 如果說 她本身試過 陣前 棄甲那類的 只不過是一個小妹妹 不要說是親和 你的說服力有多強 這個問題就很狠大了 但是現在是不能選 你不能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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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證明 會不會在不能選的情況下 大家都會黨性投票 我就是跟 我就是看你 會否含淚投票 那不一定含淚的 這個人 又不一定 很明顯 如果在泛民陣營裡面 是有機會 有另一些選擇 他未必會上得到 上次號召最大的反而是胡蘇仔 大家不覺得是含淚 問題是胡蘇仔 出去玩特首 胡蘇仔戒的 不只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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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戒了很多中間票 他戒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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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訊息是 有人很害怕他 他是不是真的 那麼害怕 我不敢說 有人很害怕他 而他那個影響力 你可以說 在港島區 是很大的 極大的 變成了 周庭未必 本身可以 有本事 撬動到 那幫人的票 但是 胡蘇仔 上次出來 他自己 重新定義 龍和道 你說他人血饅頭 也好 起碼有很多 當時港島區 那類的人 是會聽他講的 絕對是的 唯一的 所謂的 風底蝕本門 就是說 有班當年 真是佔他龍和道 不相信他 到底港島區 這些票 佔多大 那邊的票佔多大 又是說 黨性問題 你有沒有這樣的 冷血本事 去分析這件事 而去找到你的 所謂政治代理人 幫你 估票 這個很關鍵 民主派 我想周庭這邊 真的要找到 比較 比較 要很多縮父親 其實民主派 能否說服 胡蘇仔出來選 未必 他說了不會這樣做 不會 因為 這一席 沒理由就這樣 白白放棄 因為始終危機比較大 問題 胡蘇仔選了出來 怎麼投票 當然 胡蘇仔 會不會肯找一個 人幫他出來 出氣 反而這個考慮就大 別說我 真是 小公里 我提一個 戰略分析 小公里 我提一個 戰略分析 給大家 我們決戰中文 都很冷血 我們決戰中文 一向都很冷血 雖然當時胡蘇仔 有些自動請英的 所謂的 助理人 或者這個 酷票團 拼命插我 我都說回同一番說話 政治是很殘忍的一件事 你不要現在和我講 沙頭 周庭出來選 廣東的民主派 沒得選擇 不過 到底有沒有其他 民主派的人士 肯幫他去酷票呢 反而這個影響就很關鍵 好像阿仰說的 你有沒有這種山頭觀點的話 這個時候就看看 到底你是不是為大局著想 這個時候就考驗你泛民 泛民那些做了這麼多年 你要我去支持一個 都沒什麼經驗的小妹 那他們的調戲是不是順利 要有人幫他順利 很多真的做了這麼多年 地區工作的調戲不順利 問題是沒有人 那是怎樣 即是真的泛民那邊 或者非建制派那邊 真是人才凋零 都去到這樣的地步 釋謀不折 不過我可能 應該這麼說清楚 因為原生 我的解讀可能有點不同 他應該是 他們這個所謂清淨 他出不了人 出不了人 所以廣島區有一點不同 因為廣島區是羅冠聰 給周庭 其實是合理的 這件事本身合乎政治道義 其實如果沒有辦法 因為清淨問題 他不出人 所以泛民拿 我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 你講到區給周庭 我就覺得合乎道義 但是戰略上 有沒有辦法 可以令這件事的風險降低呢 我覺得蕭公 我就說戰略問題 蕭公問題 你那些泛民 我現在就考驗你 你問我自己 我對周庭提出的問題 我覺得很多人都有 但是不代表我們 說會質疑這個 他出來是不是對 本身 我們沒有質疑這件事 不要搞錯 但是要講清楚 我們真的有一個擔心 到時有什麼意欲 我們 建制派港島區會出哪個 到時人家名正言頌 你自己數一下 建制派港島區會出哪個 兩個現在還差 還未講怎樣 楊哲安和 山頂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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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不肯讓人 我個世那麼好 我為什麼要讓人 對 還有嘉佩 之前是大肚婆 很能打的大肚婆 各自有不同人支持 兩邊不同系統 很明顯那邊 楊哲安 你看他之前的自由黨背景 相對來說其實是難 沒有那麼容易 你一吹一下我就會跪 他基本上都是 父業子當成 也不如忘了這件事 有一點血緣問題 我覺得他實際上 也不完全靠 你一吹我就一定要 立即跪 不是那種 當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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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自由黨不是那些 叫做阿爺吹雞我就跪低 那種 比較自由 對 在建制派對 相對比較有自由意志的一班 排面看 就似乎楊哲安出來 單挑小妹妹的機會 相當之大 另外那邊 西環撐 搞清楚這件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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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港島區的戰情 反而是還在吃 我覺得 因為 你派出來那些小妹妹 是需要較大的助力 對 對 其實 兩個出來 都 我想 周庭都 都 以暫時的牌面來說 都是有因憂的 應該是相對最大引誘的 剛才review 差不多幾個小時 如果你是姚崇嚴的 基本上大家 不會不看好 張秀賢 那邊仇可比較少 極劇兩人都是 發火威的 但香港這邊 你都收聽 你明白嗎 如果是他 那怎麼辦呢 這件事 反而大家最大擔心的一件事 原來大家聽到 蕭公的呼籲 不要呼籲 戰略分析 我包得很壞 我沒有人性 我純粹以戰論戰 如何贏 That's all OK 好了 到底 這件事還在這 子彈又在飛 要飛一會 要飛一會 要拿出來 今晚跟大家再分享 還有沒有 這陣子有事 上落大一點 上落大一點 事小 暗湧連天 大佬 股市 過癮在十九大之後 中央是在做事 很過癮的訊號 大佬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發覺這個世界的互聯網大會 議會開桌的時候 忽然之間 有碗飯 比較酸 一 就說沒有人請我 請我都沒有空來 那些 又拍完功夫片 那些 有錢又任性 那些 為何忽然之間 整個中國互聯網協會 好像沒有他的份 所以要留意到 有些暗湧 這件事 就是說 阿爺肯定是 實行集權 預料了 經濟上也是這樣做 所以發覺 將所有的國企要嚴管 然後將民企歸邊 甚至搞到 連外商都怕鬼了你的 連德國商會都出聲 拜託不要在德國駐華企業 你們搞黨委 黨組織 因為你要明白 共產黨 中國有一個很過癮的特權地位 三個共產黨員 在你的組織 他就可以組織 黨組織 你是要當他工會 神地拜 給他辦公室 不用他做事 出糧給他 煩惱人都瘋 這是共產黨的特權 以前很少可以提出這件事 雖然法律上有權 有權的以前不用盡 但這次習大大反正是所謂依法治國 有權是用盡的 令德國商會人出聲 你可不可以不要插人進來才搞清楚 我們要撤出 不在中國 講數 真的要講數 但是 暗勇和一加科 集權肯定會出現 其實互聯網世界一模一樣 都會出現這樣的事 馬雲隊站在哪邊 這個問題就很大 剛剛馬化騰 跟京東的有者 又是表態 你公司合營的時候 電訊公司是入股的 然後他們是跟電訊公司合作的 資料也是跟中央交換的 所以你發覺 整個互聯網裏 有些人 是較為跟中央致敵 有些人是跟得慢一點 算不算慢 我不敢說 但是出了外面 海外上市 馬化騰就是拼命分拆 忽然間插下水 只不過是打把打紅症 打把打牛症 屠殺蠻牛 沒事的 你自己送錢給人用 問題是那個基調問題 你依然看到 以那個系統是上得最快的 至於這碗飯 吃不吃得下 如何吃呢 反而這個就很多人少留意 另一場中國的戰國時代 在醞釀中 先前已經打過一鍋 跟數據共享 那一下 京東 騰訊 阿里巴巴 打獲金 結果 是由中國政府出面 擺平 擺平 這些訊息的東西 你們的私人不要再爭 是阿爺的 哈哈哈哈 這一下 擺明了 亦都是根據習近平的 集權 所以 我之前也分析過 再提醒大家 他是怕中國會解體 中共解體 和蘇共解體 對他來說 都是一個惡夢 所以 他最主要 又不是反貪 老實說 是防止共產黨 跳船 而防止共產黨 跳船 至少你不要有條船 讓他先跳 因為中國所有 開出海的船 都是共產黨 你不能跳船 很多人少少留意這個 背景音樂的問題 看清楚 其實 習近平 是怕共產黨跳船 而 怕共產黨跳船 跳到什麼地步 他什麼都要管 什麼都要管 就是這樣 所以 你說下一輪 經濟風險 來源到哪裏 同樣道理 一個銀子兩面 因為 強行集權的時候 你的自由經濟如何運作 先前已經說過 中國的負債 是世界一流的 超英趕美 絕對不成問題 這個 但如何 後繼呢 這個影響才大 剛才說到中東 所以中國不能夠獨善其身 暗湧忽然插水在哪裏 北韓就猜到一線核彈 打不打 我不知道 美日撤橋 大家看清楚 撤橋 下一波會發生什麼事 我不緊急 謠言就是說 一個月之後 動手斬手行動 希望速戰出 這個特別的特種部隊 習慣大陸 變成地緣政治的風險 反過來影響到經濟 而令它更加嚴重 估知你那個IT 就是戰惡時代 另一件事 就是你的地緣政治風險 肥仔金會不會爆你 不知道 我相信最後 第三天更加是 足蹤後腳 就是拿它 狗平的 是美國加息 已經加緊的 以及美國減稅 減稅 減稅是減了 因為它已經過了減稅方案 所以你發覺 稅改的下跌的減稅方向 忽然之間 令到美國極具競爭力 此小比獎 你明白嗎 你世界工廠是否搞成 我不知道 能源是否搞成 我不知道 不過美國沒有這些問題 而且反過來 搶起企業 美國開幕 這是真的 特朗普成功了 我不敢說 但至少他們的政策 對著出招 而市場的反應 也是跟美國做這件事 那你資金會流走 搞清楚 美國再工業化 美國能源自足之後 肯定再工業化 再工業化 所以成本還要低於你 很多人忽略了這件事 美國製造成本越來越低 它再稅改成功的話 它說它的總成本肯定低過中國 而且之前 郭台銘過去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郭台銘搬了一間廠 去美國開工 搬回美國 然後當地的巴士公司 又說你坐巴士 令你感覺到不在中國 像是在中國 所以整個氣氛都尖銳了很多 對著你出招 所以經濟暗湧就是這件事 不是我的股市一定會死 但是波幅就像馮博說 由大上大陸三四百小時 三四千都出樣 因為它去到三萬點的時候 你三千點就等到10% 股票上落10%不是那麼難的事 就算你手上去熔斷停板機制 可能也不是那麼大的波縫 問題是香港是做得出來 可以這樣插稅 但是又不會死的 那變成你那個波圖空腦 你先嘔吐一下 變成這件事我會提醒大家 有兩種做法 一就是持形保態 好像不菲特一樣 我數現金 數現金當然是安全 因為港幣是匹美金 千萬不要斷勾 港幣是匹美金的 想清楚啊各位 不要那麼歡迎人民幣 不是說人民幣不好 不過 站在現實的立場來說 美金正強 人民幣正強 你選吧 第二樣東西 你不玩持形保態的話 反手倒一局 不然你只可以短炒 你不能談戀愛 股票看不通 所以變成波幅會大 你移短炒 長渣行不行 你長渣現金偶 所以變成提供 真的這麼簡單 沒有特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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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很過癮的說法 就是 有很多人扔了心口 十年前你不買這個 騰訊 哈哈哈哈 正如十年前你不買樓一樣 沒得說 沒得後悔 問題是 樓會不會爆 有機會爆 加息你會爆 還是騰訊會不會爆 所以不好意思 我看不到會不會爆的機會 真的不關事 我不是說要炒騰訊 反過來 如果你要買一個所謂業績 有很多人可以選擇 有類似的東西 大家可以想想 喜歡的就是買的 駕車找食 駕駛 駕駛駛車 大家知道什麼 好 看我們幾位主持 我們不斷要求 駕駛 說兩句 說兩句 萬眾期待 我們不斷搖 駕駛 駕駛快點說 不過你今晚 相比起 我們剛才說的 國際局勢 各方面的事情 港股暫時的波動 真的很少事 真的會打那些 你會感覺到 那邊特決 波斯加阿拉伯 三國演義 那邊又扔核彈 但其實說真的 客人扔得出來 我不敢說 香港很過癮的 很多人不敢說這件事 我敢說 香港從來都是法國難財 中國混蛋 香港發達 想清楚 所以金仔扔核彈 不一定對香港不好 因為 純技術分析 純技術分析 我不鼓勵大家賣國 所以就是純技術分析 你不記得當年香港開埠之後 第一筆外來資金 都是金融難民 那筆叫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的錢 你這麼合手 還有那些洋瓦 那些銀行買鴉片 香港從來都是法國難財 你不法國難財 你傻了 所以如果金仔扔核彈 極其量多些金融難民 都會來香港 我覺得香港不應該落雜房狗 總之 香港有很特別的地方 你突然間在這麼小的地方 這麼多東西是湧起來的 錢 資金樓 當然你等著上樓 你就會陰功一點 所有資產都升穿頂 走不掉 金融難民現象 但如果站在資本市場的角度 所以有人說 其實不一定所有人都要買到樓 有股票也可能可以 好 今天節目時間 拜拜 拜拜